车队的赛道 近年来随着安全驾驶观念的提升 参加赛道日已经变成非常多 车主喜欢在周末假日来参与的活动 参加赛道日的活动 其实可以提升自己的驾驶技巧 享受駕駛樂趣 而且在安全的地方 這樣子開車其實是比較安全的 而且參加賽道日的活動 你其實只要準備非常簡單的人身布品 例如安全帽 賽車手套跟賽車鞋 你還可以考慮說到底要不要買 那車輛的部分 你只要準備一輛 你平常自己在開的車 像我們今天準備的是 Masada D的Ghibli Trophyo 這樣子就可以享受 非常多不一樣的駕駛樂趣 而且安全 不過如果你已經有一段 基礎的駕駛技巧了 想要提升自己的技巧 像一個賽車手一樣 那怎麼辦呢 我覺得最簡單的方法 就是找一個專業的賽車手 逸凡 像我們今天呢 因為我想要提升我自己的駕駛技巧 所以我就找了逸凡 然後跟Masada D借了一樣的車子 我希望透過逸凡的指導 可以讓我在駕駛的上面 能夠不一樣的體驗跟感受 因為畢竟這麼多次的合作下來 我知道逸凡可以 基本上他每一圈的圈速都是一樣快的 而且每一個動作非常確實 那我覺得如果要學到基礎或者進階的技巧 找一個像這樣的教練是最好的 那教練老師 今天要幫我上什麼課呢 其實今天就是我們算是一日的體驗課程 那體驗一下我一般私人教練一對一是怎麼上課 那會有很細節的課程 像是說幫你分析你每一個彎的速度 油門跟剎車的方式 然後用數據跟影片同時去做分析 那像今天的這樣的活動 我們有好幾節嘛 那你怎麼幫我安排等一下的活動 其實一般我私人教練的形式是說 第一節我會先幫你做一個基準的數據在那邊 所以你有影片跟數據的檔案 在那你可以做參考 那第二節讓你下去自己開 那會不會見光死啊 大家肯定如果你要找教練一定是有一定的瓶頸在 或者是說你可能哪裡不太了解 或是說你有很好奇的地方 那必然是要先有一個目標在那邊 我要抱著砍掉重練的心態去上課嗎 基本上是會需要 是比較好 對這樣子是比較好 那我教你你學起來也會比較輕鬆 因為你要完全去相信你的教練 那時間有限事不宜遲 一般老師我們現在就開始上課吧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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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老师 我今天真的学到蛮多东西的 包括刚刚你跟我讲的一些路线的选择 然后那个刹车油门的使用方法 的确学到蛮多东西 但是我真的要消化一下 是啊 因为毕竟数据的分析比较细腻 那有些操控是没有办法一细之间就做成的 当然因为我的教学不是说要你做到100%跟我一模一样 其实你可以做到80%甚至90% 你在台湾力保这个赛道的时候 你来就已经算很快很快了 所以其实我的教学方式就是一步一步帮你慢慢去做调整 那因为你调整可能有时候 可能前段初段做得比较好 可能尾段做得比较差 所以我每次来都可以帮你做调整 所以等于说你每次每天来的时候 天气状况不同 那我可以先帮你做个基础 那来看一下今天的概念大概是怎么样 所以你可以以那个基础去做调整 那像我们今天上的这种进阶课程 是不是比较适合可能在这里有相当多 驾驶经验的车手来跟你上课呢 对其实进阶课程会比较偏说 我对车子跟场地有点熟悉度了 那我需要更细节的一些可能改变或是提升 那这样子来去做数据分析的时候 效果也会比较明显 那当然无论你是比较初阶 比较初级的 用数据其实也可以看得出差异 只是说差异会相对来的大 那要去更改修改 就会比较花时间一点 那老师你将来有没有打算 为我们这些可能 驾驶经验没有那么丰富的车手 开一个初阶的课程 有其实因为我一直都有在接车厂的教练活动 那种就是比较属于初阶班 那无论你有亲朋好友想要来一起学 也是没问题 只是说那期望值相对来说 会比一对一四人教练来的稍微低一些 我可能没办法花那么多的时间在数据上 然后会比较多是影片的形式去帮你做分析 让你去做修改 可是应该会比较轻松一点吧 没错 这就是因为跟朋友来一定会比较轻松 比较好玩一点 那你们也可以互相比较 或是了解一下哪个人的优缺点在哪边 然后一起去进步 所以如果你想要成为一个 驾驶技术更好的车手 不凡跟亦凡联络 我今天上完课之后 我想我会回去好好地复习一下 那下次见喽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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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